12月9号晚11点,卡塔尔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将拉开大幕。 八支球队中,欧洲球队占据五席,分别为法国队、英格兰队、荷兰队、克罗地亚队和葡萄牙队。 南美球队是巴西队和阿根廷队,非洲球队是摩洛哥队。 1.范加尔扬言清算阿根廷 梅西领先的阿根廷人气极高,可是在本届世界杯的表现有点跌跌撞撞。 小组赛首战以1比2负于沙特阿拉伯,在1%决赛仅以2比1险胜澳大利亚。 如果不是门将马蒂内斯的神扑,澳大利亚甚至有可能扳平比分。 梅西赛后称赞阿根廷门神,马蒂内斯最后扑出的那个球很重要, 他让我们不用受更多苦。 不过,如果不是前锋老塔罗浪费两次得分量级,阿根廷不用那么吃力。 阿根廷的状态还有上升的空间,也许这是争冠球队应有的走势。 荷兰表现很平稳,小组赛两胜一平。 八分之一决赛以3比1倾取美国。 荷兰老帅范加尔表示,荷兰和巴西踢的是一样的足球,我们的进球还更漂亮。 范加尔还说,希望我们能击败阿根廷,一切皆有可能,我们不是没有机会。 我们和阿根廷之间还有一笔账要算。 范加尔口中的这笔账,指的是2014年世界杯半决赛。 荷兰经过点球决胜,以2比4被阿根廷淘汰。 阿根廷门将罗梅罗先后扑出弗拉尔和斯内德的点球,当时的荷兰主帅正是范加尔。 有意思的是,梅西首次参加世界杯是2006年。 当时,荷兰与阿根廷同组,双方均以两连胜的战绩提前出现。 最后一轮以0比0门平,梅西那场比赛,获得在世界杯赛场的第一次首发机会。 2.巴西队过关难度不大 双方曾在2014年世界杯揭幕战有过交锋,东道主巴西以3比1逆转科罗地亚。 与8年前相比,巴西早已完成新老交替。 现在的这支巴西队,乍一看没有2002年韩日世界杯夺冠的那支由三二领军的巴西队梦幻,但球员实力平均,战术灵活,球队战斗力十分强大。 8分之一决赛对阵韩国队,内蒙尔商欲复出,不仅串联起了前队进攻,自己也打入了一粒进球。 帮助巴西4比1大胜。 攻击线上,威尼修斯、罗德里哥、拉斐尼亚等边路球员冲击力强,这对科罗地亚队会形成巨大压力。 作为上一届世界杯亚军,老龄化是科罗地亚队的隐忧。 点球淘汰日本的比赛,科罗地亚首发阵容平均年龄接近30岁。 同时,球队的进攻都由37岁的莫德里奇发起,很容易被针对。 巴西是迄今为止最好的球队,他们有出色的阵容深度,他们是一支出色的球队,强大到让人害怕。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。 科罗地亚主帅达里奇胜赞对手。 即便如此,我们并不会害怕他们,我们对自己充满信心。 四场四分之一淘汰赛中,英格兰对阵未免冠军法国的比赛将是压轴大戏。 伍巴佩成为本届世界杯,迄今为止表现最好的球员,贡献五个进球和两次助攻。 法国的九个进球有七个都与他直接有关,成了角逐世界杯金球奖的热门人选。 中锋吉鲁成为法国队市第一射手。 前腰格列茨曼攻防巨甲,右边峰登贝莱同样表现可圈可点。 一名中锋搭配魔幻双翼,英格兰打法与法国有相似之处。 英格兰中锋凯恩是上届世界杯金学奖得主,本届世界杯已贡献一个进球和三次助攻。 此外,英格兰在边峰位置人才积极,拉什福德和萨卡以三个进球并列队内第一。 福登贡献一个进球和两次助攻。 两支强队上次在大赛相遇,还是在2012年欧洲杯小组赛。 法国以1比1占平英格兰。 此番相遇,三师军团与高卢雄姬必将全力争胜。 4.黑马挑战葡萄牙 非洲球队摩洛哥是卡塔尔世界杯的最大的黑马。 1%决赛,摩洛哥与葡萄牙一直打到点球大战并最终取胜。 目前球队气势正胜。 1%决赛对阵瑞士。 葡萄牙主帅桑托斯安排C罗打替补,效果十分明显。 葡萄牙6比1大胜。 顶替C罗的首发21岁小将拉莫斯收获帽子戏法。 展现出强大的攻击力。 1%决赛,C罗有可能继续打替补。 在本届世界杯公认的几支强队中, 葡萄牙队可能是最被轻视的一支。 实际上,这支球队相比英法巴阿等队, 唯一的差距就是缺少了一个世界冠军的头衔。 而在卡塔尔,葡萄牙人有能力成为新的世界冠军。 由费尔南德斯、西尔瓦、费利克斯等组成的中场, 是葡萄牙最大的优势。 各个能传能控,很有想象力。 前锋线上,拉莫斯肯定会继续首发。 万一打不开局面,C罗肯定会替补出场, 给球队注入强大的精神力。 当然,摩洛哥队也不容小觑。 中后场球员都在欧洲豪门纪录部校里, 个人能力非常强。 葡萄牙队会遇到强大的阻击,有望小胜。 好久不見。